本纪录 好 大家好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说 我们今天希望大家安装的软件要怎么样子安装 那我们要安装的是Python 那Python有一个很好的帮大家准备好一些重要的 尤其是跟数据分析到机器学习相关的套件 全部装好的一个套件叫做Anaconda 那所以我们现在想要安装的就是Anaconda 那然后呢我们要安装Anaconda的时候呢 我们先要进到Anaconda的网页 那你只要在Google里面搜寻Anaconda就可以了 好 所以我们现在荧幕分享出去给大家看一下 好 所以这个就是Anaconda的网页 A-N-A-C-O-N-D-A 然后刚刚第一次有听到的 大家都有听到就是Anaconda其实是一种蟒蛇的名字 然后呢我们在这边就看到那个右上角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download键 那我们就按download下去 按下去了以后呢 它自己会侦测说你是什么系统 所以你是Windows或是Mac或是Linux 它应该这边就会是相对应的平台的系统 那万一侦测错了 当然就是勇敢的自己去按你自己想要download的系统就好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又有看到Python3.7跟2.7相信大家都很有经验 要当然是要新的就是3.7版就是这样 那事实上Python2已经退休了 所以那个2020年1月1号Python已经2正式退休了 所以那个以后完全不支援 所以大家已经可以完全不用理会Python2了 所以我们就是安装那个download安装那个Python3的版本 然后download下去了以后 你当然通常都是点两下 然后下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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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结束了 就这样 所以我们安装的过程不会特别的再一次展示给大家看 那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已经安装好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子开始使用 我现在为大家介绍一下 好 那首先呢 首先呢我们先要切换一下画面 就是我今天需要在我的电脑里面找到终端机 那相信很多资科系的同学应该已经很熟悉了 那从来没有开过终端机的同学不用担心 反正就去找终端机 然后在Windows下呢 平常是叫命令提示资源 但是因为命令提示资源 有一些地方没有特别设好 所以我们需要用到的东西叫做Anaconda Prompt 那如果大家有打开字幕的话呢 我就打给大家看那个字眼 大家也可以顺便试一下 我们这个旁边的对话是可以对话的 所以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也可以在旁边打字 然后那个万一我没有看到的话 那个助教会提醒我一下 好 那像刚刚有同学私讯给我 这为什么需要私讯呢 就是未来的YouTube的频道叫什么 我们会放在Model上 大家不用担心 我们在YouTube或Bilibili上面放的东西都会在那个 都会在Model上告诉大家要在哪边找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这个问题 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的询问 然后我们刚刚是说到说 我们就要找到一个找到呢 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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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爱的字幕到底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突然找不到我们的字幕功能呢 难道是我以前在梦里面梦到说有字幕功能 对啊 对啊 为什么 字幕 然后我自己要打字幕 字幕 不能有字幕 真的吗 好 不管了 我现在打在那个讨论区旁边的那个对话框打一下 就是我们第一个呢 我们就是要下载的叫做Anaconda 然后下载Anaconda的时候 你就去搜寻Anaconda 你就会看到我刚刚进步的画面 然后就去下载它 然后安装它 然后结束的时候呢 你现在需要去找的呢 就是要去找终端机 终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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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terminal 就终端机 那在Windows下的话 跟人家不一样 所以Windows下请去找Anaconda Anaconda C-O-N-D-A Prompt 然后Anaconda Prompt现在有PowerShell版 所以你就可以去 当然可以去使用Anaconda Prompt的PowerShell版 好 就这样 好 所以就是Windows 等一下我们说终端机的时候 在Windows上 大家就自己对应到Anaconda Prompt 或是Anaconda Prompt的PowerShell 好 那所以我现在就把它切到我们的 可爱的终端机 那切到终端机 如果以前没有切过的同学可以顺便看一下 那对写程式来说 其实很习惯终端机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因为看起来又比较吓人 然后大家可以多多打这样的东西出来 那我们呢 我们首先呢 就是在Python呢 就是你自己要在 自己要在某一个地方 就是你未来的城市 想要先存在这个地方 你自己要找一个地方 把城市做一个资料夹 把它建好这个资料夹 好 建好一个资料夹之后呢 你就要用CD 就是这个其实CD的动作就好像是 我们在桌面上对一个资料夹点两下一样 就进入那个资料夹 进入这个资料夹指令就是CD 不管什么样子的平台都是一样 然后后面比较麻烦 那就是你需要把那个完整的路径打出来给他 他才知道要进到哪一个资料夹底下 可是问题是呢 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就是呢 问题就是说呢 这边有一点点小麻烦的事情呢 就是说 我今天要进去这个资料目录 我可能不会打这个路径 除非我平常就是很习惯用这个 那个终端机去做事情的 那如果我不知道怎么样打路径的话 你就先找到在桌面上 找到你自己的 想办法用各种的方式 相信大家会啊 找到你自己存档案的资料夹 然后呢 就勇敢的把它拉到这个终端机 拉到这个终端机之后 放手 它路径就会出现 那因为那个Zoom 其实没有办法为大家示范这件事情 所以我现在用最愚蠢的 那个自己打的方法把它打出来 好 那假设呢 我今天在我自己的桌面上 建了一个资料夹叫Python 那那个我现在就 就是把它改到 就点进去这个资料夹 然后点完了这个资料夹之后呢 我就开始打Dupid Notebook 这个最重要一件东西 所以就两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就是 就是上面的这一个就是我要进入这个资料夹 第二个动作就是打Dupid Notebook Dupid Notebook 对就是这样 好 按Enter就好了 好 就是这样了 就结束了 好 然后这边就会出现很多很多奇怪的可怕的可怕的可怕的画面 大家基本上简单的说就是不要理它 好 就这样子 好 那这个时候呢 现在虽然大家还没有看到 其实这个时候 它就会打开一个你预设的浏览器 你预设的浏览器就会打开 然后会是一个长得像这个样子 就这样 像这个样子 它其实是一个网络的界面 如果是资科系的同学 要特别再稍微的说明一下下 它其实就是在你自己的电脑里面 打开了一个你只有你个人看得到的网络伺服器 然后所以你其实你看上面的网址就会发现 上面的网址 上面的网址就会发现呢 它其实在Localhost里面的8888 所以你打Localhost的冒号8888也会进来这个地方 所以它就打开一个网页伺服器 然后你就是连到这个网页 那这个网页的功能就是 就Jubile Notebook 也就是让你可以在这边写Python程式的地方 然后等一下我们新建的档案 全部都会传到刚刚那个资料夹 所以你如果是用图形界面去找到那个资料夹 然后你点开以后 就会等一下有我们等一下要传到的那个档案 好所以我们现在先看一下 我们要怎么样新增一个新的Python程式档 所以我们就New 然后这边大家可以看到说 为了实验我们做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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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本的Python 那大家目前第一次安装应该就是一个Python 3在这边 这个也是未来大家可以装各种 甚至不是Python程式语言的也可以 好然后呢就进来的画面就是这样 好到这边的时候其实大家又成功了 所以不要紧张 非常非常的容易简单轻松愉悦